最潮艺术,DOC大丸,黑色幽默 疑,是谁把没吃完的棒棒糖丢在这 另一个角落还可以看到刻上名牌logo的糖果 色彩缤纷的药丸 还有这个金光闪闪的图案 靠近一看原来是一个个裹着金箔的胶囊所组成 这些都是美国艺术家Desire Ampton Cherish之名作品 嘲讽消费世代的快速泰换 以及对名牌上映般的可求 融化中的棒棒糖,灵感来自于朋友快速泰换男友的感情观 仅仅尝到爱情的表面 还不明白其中包裹的滋味就被快速泰换 它的作品的风格是在亚洲比较少见的 比较这种反讽式的幽默 用不同的媒材来表现它的概念 我背后这一幅是它称之为American Landscape 就是美国的风景 它表面上是很多美丽的花朵 那就它来说这些塑胶花是它小时候的记忆 在这些多彩的这个花朵下面 它其实暗藏了它蛮经典的作品 像25mg的这个药丸 美丽的花朵下面呢 其实有一些美国目前社会现象 或者是中坛阶级所面临的问题 DLC作品第二次来台展出 除了带来经典作品之外 绝对不能错过的还有这幅全球唯一的独家作品 大型三联服复合美才作品 从毕卡索Andy Warhol到村上龙 最后以锡波指下的金块做结尾 暗喻当代艺术市场 在资本主义的操作下 艺术家价值如泡沫般起伏 还有还有 大玩文字游戏和当代社群媒体用语 每段自嘲或反凤的幽默文字 都让人不惊玩耳一笑 展览7月1号前在蓝骑士画廊展开 想体验当代艺术的黑色幽默 不妨抽空前往一探究竟 喜欢DLC作品的人 还可以到附近的艺术展览型商店逛逛 在这里不但可以看到棒棒糖作品 还有DLC的联名服饰 将涂腰画作和嘲讽文字穿上身 也是一种与艺术互动的概念 天恩涛新闻 最前卫的艺术 台湾也看得到 报道